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金 华裔女导演赵婷 凭借着一部《无一之地》 这部电影有的地方又翻译成《游牧人生》 凭借这部电影 夺得了第93届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 这是目前夺得这个奖项 唯一的一位既是华人 也是女性的导演 可以说是华人的骄傲 特别是华人女性的骄傲 但是中国那边和李安 夺得这个奖项以后那种 喜大普奔的反应截然不同 赵婷得奖的消息 在中国是被封杀的 在微博上面 他的名字赵婷 电影的名字《无一之地》 甚至连奥斯卡都成了敏感词 以至于有的网友不得不用 那个《无一之地》的反应词 有靠之天 用那个输着两根辫子的女孩 指代赵婷来谈论这个事情 但是关于此事的很多讨论和帖子 也被删除了 要知道李安他的成长环境 青少年时代都在台湾 他是在台湾国立艺术大学 专科毕业以后去的美国 得奖以后都被当成了华人之光 而赵婷是正根北京出生的人 16岁以后出的国 反而被封杀 这就很拧巴了 所以说谁算华人之光 甚至谁算是中国人 都是一件很魔幻的事情 赵婷在中国是先热后冷 后来又被封杀 他之所以发生这种戏剧性的逆转 是因为有人翻出来 他多年前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一段话 他说中国是一个充满了谎言的地方 这造成少年时代的他特别叛逆 一定要到国外去 所以咱们说科学求真知 艺术求真性情 凡是和真字一站边 都不太能适应现在中国那个环境 还有小粉红说了 赵婷你说这话辱华了 你要向中国人道歉 也有不少朋友留言 希望咱们也来讨论一下赵婷这个话题 我是打算把它放在明天咱们的会员网站 文招.ca上讨论 今天在这个YouTube频道 我还是想谈一个和民生更加贴近 也更加紧迫的问题 就是那个深房里风波 深房里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由房产自媒体起家 吸引到一定数量粉丝以后 发展出的炒房平台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深房里应该就是 深圳房产打理人的意思 深房里在微博上有粉丝146万人 他被微博认证为房产专家 联系人叫李雪峰 但是从今年4月份起 他就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有人举报他 这个违规炒房 还涉嫌非法集资什么的 他就发事了 那深圳市的住建部门 还有公安、银保监、网信办 一共7个部门联合 对他进行调查 关于他违规炒房的举报 也是在对深房里展开联合调查的同时 深圳官场也发生大地震 18名厅级以上官员 走人大换班 包括了市长和副市长 广东省的副省长秦伟忠 现在成为了深圳市代理市长 那这两件事情发生 在时间上成叠就耐人寻媚了 外界普遍解读呢 这是和深房里事件反映出的 这个深圳市政府贯彻中央打击炒房 这个政策不利有关 习近平对此非常震动 才有这种雷霆换人的手段 那么深房里请问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呢 简单的说就是他把活动从线上发展到线下 在线上先聚集其粉丝和人气 然后用会员制把粉丝当中那些有投资意图的人提取出来 在这个基础上再搞众筹炒房 什么意思 举例说深圳的一套房产价值600万元人民币 就把它分成10个股份 每人出资60万元 你可以是10个人每人买 花60万元买一股 但是也有可能一个人出180万元 一起买三股 咱们就按分成10个股份来说 那么每个人就拥有这套房产产权的10% 就相当于把这个房屋产权给小额化了 但是要知道中国的法律 那个房产证上只能有一个人的名字吗 那这10个人当中就由一个人去做房屋产权登记 另外9个人就和他签代持合同 另外9个人就相当于是隐形的股东 这样房子就到手了 涨价以后再卖出去 收益在这10个股东里面分配 代持人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这种玩法确实在中国灰色度很大 首先它就带来一个法律风险的问题 就是这个代持合同在中国算不算合法呢 在做今天这集节目之前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中国的合同法 它的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况 第一就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方式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第二种无效的情况就是 误益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第三种无效的情况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第四种情况就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种情况就是违反法律 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 所以从法律条文上来看 中国的法律并不从形式上禁止财产待职 但是和所有其他法律一样 它的概念措辞极为宽泛模糊 解释权全在政府 请问什么叫损害国家利益 谁能代表国家 什么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谁能代表社会 那当然只有政府说了算 可是即便从法律条文上看 身房里这种一人代持 多人合股的炒房模式 最起码也中了那五项 无效条款当中的四种 首先一尊发话了 房住不炒 你炒高房价 你肯定损害了国家利益 你肯定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对不对 这两顶帽子扣给你是没商量的 同时你是用这种办法避开了购房的规定 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同时你也违反了深圳市当地的 关于购房的行政法规 所以参与组团炒房的人 首先就面临着得不到法律保护的风险 一旦出现纠纷就很难办 比如说这个房产代理人是小李 他私自决定把房子卖给老王 由于这个房产证上写的业主就是小李 那整个交易过程就都是合法的 那小李卷款跑路以后 另外剩下几个合伙炒房的股东不干了 说你这个交易不算 老王你不能搬进去 房子不能给你 但是对不起 现在老王就是这个房子的合法房主了 你要不回来了 就面临这个问题 深房里这套操作模式呢 还带来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就叫房产证券化 你有一栋房子十分之一的产权 也就相当于拥有它十分之一的股权嘛 那请问你是不是可以转手把它卖出去啊 那接手的人拿着这十分之一的股权 过一段时间 他是不是又可以再导手卖出去啊 所以在最终这套房产卖出去之前 他的所谓股东就可能换了好几茬了 这个房子呢 他是不会长腿跑掉的 他在那不动 这个不动产嘛 他的流动性不会那么高 但是你一旦把他的产权拆散 小额化以后 又可以交易 他的流动性一下就提高了 很多人都巴巴的盼着 深圳的房价往上涨了 对吧 所以一旦这种资产 他的价值变动的预期很大 同时呢流动性又很大 因为他小额嘛 他必定容易流动 马上就会成为投机炒作的目标 那个泡沫一瞬间就起来了 目前深房里的多数炒家呢 是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这个深房里就被人举报了 但是他这种操作模式包含着这样一种方向发展的逻辑 是肯定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深房里 它相当于搞出个什么东西啊 它相当于是办了一个地下房产交易所 它相当于是搞出了一个房屋小额产权投资的平台 那有人进到这个厂里跟其他人说大家把钱给我吧 我汇集了大家的钱去买房 我来买房给大家代持 有了好处大家均分 那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搞出了一个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 说到信托呢 多讲几句啊 因为这种金融词汇听起来很烧脑 好像很高大上 其实它一点都不高大上 信托在英文词里面就是trust嘛 就是信任的意思 比如说你很会理财 那么亲朋好友的钱交给你投资 赚的都不错 那你的名声就会越来越大嘛 那朋友的朋友也会找到你 就会越来越多的人委托你帮他们管理投资 那你就叫信托人了 你这儿呢就像是一个池子 别人的钱呢就像水管里的水 秃秃秃的往你这个池子里灌 那你这个资金池就叫做基金了 而这个深房里呢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平台 别人在它这个平台上 搞大大小小的炒房团 就相当于它搞出一块地 那别人就在这个地上 挖大大小小的池子 然后铺设管道 那些资金的水流 就往这些池子里面灌 就这么一个意思 只是呢 这个深房里平台还处于早期阶段 那么这个平台的经营者 也就是微信炒房群上的那些 什么导师啊群主啊 这一类人它本身就是信托人 平台和业者这两者的角色 目前还没怎么分开而已 那这种模式它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就是它能够汇集大量的小额零散资金 集中投入某个城市的楼市 其实你把一个城市的房价拉高啊 也没有看起来那么难 只需要几个热点区域 短时间内涌进大量资金 拉高需求就行 把这几个区域的房价给拉上来 那别的区域呢 就会比照着跟风涨价 它就会形成一种杠杆效应 只要你找对了支点 一个很小的力 就能够翘起很重的东西 这种极少成多 冲击个别热点区域的楼市操作 是会很危险的 深房里模式呢 还带来一个效应 就是投机之风一旦起来 很多人是会借钱入市的 在中国那边 特别标的那种韭菜有的是 大家现在都认为 深圳的房价会涨 才去会买这种小额的房屋产权嘛 增长的话 你投资个五万十万都有的赚 当然人人都很开心 这个开心 很快就会变成非理性 在中国一旦散户赚钱的话 马上就把那个市场的投机风气 不理性风气给拉高 很多人是会倾家荡产 甚至会借钱入市的 那么一旦这个房价上涨不如预期 甚至是一段时间内出现下跌的话 那很多人就马上面临着 借债还不上的问题了 他就要抛售房产了 一下子又来一个例 把这个房价往下拽 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谈到过 这是中共金融维稳最怕出现的事情 它最害怕热点区域出现比较大的 那个房产的卖压 要知道涨的时候有杠杆作用 跌的时候它一样有吗 实际对头的话 一段时间内个别热点地区 有很大的这个卖盘压力的话 它能撬动一大片地区房价 跟着往下跌的 那这个风险传导到金融体系内部 麻烦就大了 那些房产企业房价下跌的情况下 纷纷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他们欠银行的债 就有可能还不上了 当然炒家自己也可能会有资金链断裂 借银行的债还不上的问题 给银行增加坏账 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紧张 这个事一揭露出来 立刻深圳官场大换班 就怕深圳官场也有人卷入到这个利益链里面去 必须大换班 大换血才能够彻查 现在已知的深房里有六个炒房微信群 按每个群平均450人计算吧 也就有2700人 那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官员的什么亲戚家属啊 在这里充当交人炒房的教练 或者是组团炒房的中介人呢 那除了深房里别的城市 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房产大V呢 这个自媒体发展出来的炒房团呢 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一般了解啊 当出现一个典型需要严打的时候 通常呢 至少还有一百个没冒头的同类案犯在别处藏着呢 那我看到网上呢 已经有人在讨论青岛楼市大V了 我们青岛楼市大V跟深房里比比怎么样啊 大概呢 好像还没有走到深房里这么远 没有发展到线下这么活跃的炒房团的程度 那么请问北京楼市大V呢 上海楼市大V呢 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 中国的这个金融地雷啊 真是拆掉一个又新冒出十个啊 让人防不胜防啊 那故事讲到这儿呢 咱们该稍微有点转折了啊 深房里事件按照上面这种叙事方式 那肯定多数朋友们听起来 它就是一根大毒草嘛 真是头顶掌窗脚底流浓坏透了 又是非法集资 又是报炒房价 又是金融风险 又有法律风险什么的啊 但是要知道啊 我们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像谈论一个舞台上的角色 这个角色如果站在舞台中央 你看他什么样子 是和那个打光的方向非常有关系的 如果一束光 从正头顶打起来 你会看到他的眉骨下面 鼻子下面全是黑的 那就一定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角色 可是这个光要是从正面打过来 两边打过来 把整个人全部照亮的话呢 你看到他原来还是一个相貌挺清秀的 小伙子小姑娘呢 那咱们接下来也换一束光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深房里事件 其实你会觉得啊 马云去年在那个什么 外滩金融峰会上讲的那个话 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就是中国的实际情况 它是让金融创新有客观要求的 去年疫情期间 各国央行都是大放水刺激经济 那就大量的流动性涌出 这个社会上啊 巨量的资金晃荡来晃荡去 都在找投资的目标 其实我们多伦多这边也一样 那房子就跟抢似的 这个房价又涨过了2017年的最高点了 听说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连伊隆马斯克马老师都在炒比特币了 其实人家不是炒比特币 那个比特币呢 只是他金融资产配置的选项之一 因为这些大企业手上有巨量的钱 他必须得找一个存放的去处 否则的话明年万物涨价 你就看着吧 攥在手里这些票子就贬值了 那中国的一线城市 就是房价又热起来了 其实也一样是在这样一个金融宽松的 大背景下的产物 但是呢这个深房里 他确实是在没有法律环境支持的情况下 他搞出了一个房产信托基金 这种东西呢 在美国这边专门有一个名词缩写叫做REITS 其实你换一束光来看的话 它真的还就是个金融创新 只是呢没有法律环境的支持 没有一个大的信用环境的支持 那么这种金融创新 它一转身就会变成诈骗 或者是变成对于投资人的洗劫 但是呢一马归马 在开始的第一刻 它确实是一种创新 满足了市场对于投资的需要 所以说活在中国很不易啊 很纠结啊 没钱被人瞧不起 有钱呢到处都是地雷 到处都是陷阱在算计你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其实呢就是出在中国 虽然有了新的种种金融手段 但是却没有一个信用环境 没有一个匹配的信用环境 就出在这个拧劲的地方 这就造成在中国欺诈成本很低 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一个经理人把投资人的钱 卷了跑了 这事要发生在美国的话 这个跑路的人能往哪跑呢 你说跑去非洲啊 跑去朝鲜 你去了也没啥可享受的对吧 而且呢你跑到那边去 那些国家就先把你给打劫了 所以呢跑呢也得往好的地方跑嘛 去别的发达国家 但是呢这些国家 彼此之间都有引渡协议啊 你跑到那去照样抓了给你送回来 所以卷款跑路啊 也跑无可跑 没处去 这就造成这个欺诈成本比较高啊 还是你老老实实的干活吧 可是在中国呢卷款跑路的 当然都跑到西方国家过好日子去了 去了那以后呢连上网都不用翻墙了 中国呢和人家又没有引渡协议 虽然是有那么一些 这个司法协作的内容啊 但是还是有很大机会 跑去的人是可以逍遥自在的 不被抓到遣返回中国的 这就造成欺诈成本一下就低了很多 这个最大的成本可能就是吃不到家乡菜了 那为啥没有引渡协议呢 就是因为在人权在价值观 这些基础的观念层面 中国不和世界接轨吗 那人家国家呢 是讲这个逃犯引渡回来 要得到公正审判的 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的话 那我把这个逃犯交给你 就相当于我把它送上死路 这个在道德上 在人权方面是要受到谴责的 所以呢 就不能把它引渡给你 那这就是在中国欺诈成本低的一个例子 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一个信用漏洞 对吧 从整体环境来看呢 中共政府可以随意的删帖封号 想让谁闭嘴就谁闭嘴 想让谁消失谁就消失 你都只有认了 那请问他有什么必要 还要对你诚实呢 他不管掩盖什么 欺骗什么 你都不能把它怎么样 这个社会只要有一个 不用为不诚实承担任何后果的人 那么其他人就很简单了 我只要和他拉上关系就行了嘛 在古代就是成为他的门客 成为他的家奴 现在呢就是入党或者贿赂权利 得到大大小小的掌权者的保护 那我自然也就不用为不诚实承担后果了嘛 这就是造成中国信用环境缺失的一个 根本体制性原因 那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一路开挂暴走 那你说他怎么可能培养出一个信用环境呢 所以说在中国只有金融手段 却无信用环境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是当前无法解决的难题 它就像编程 你得在底层代码上和别人兼容 才能够创造出一个现代的信用环境 你这边卷款跑路的 跑到美国去 跑到别的国家去 别人才会把人抓了 给你钱送回来 对吧 所以今天的结论呢 又是很老套 很俗气了 就是民主法治人权 言论自由透明监督 中国得这些底层代码改写了 像深房里 像P2P这些bug问题 才能够有希望得到根本改观 咱不能说完全消除 但是有希望改观 什么叫做普世价值啊 普世价值就是这些底层代码嘛 所以那些鄙视政治的韭菜们 得到的报应就是成为韭菜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位 他们所鄙视的政治买单啊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 咱们来讨论赵婷现象 延伸讨论一下 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问题 在YouTube文昭谈谷论金这个频道呢 咱们星期五再见 谢谢各位 咱们星期五再见